我注意到这个顾斌教授啊 对现在的中国作家有一种批评 就是好比像说这个1949年以前 很多这个文学家本身就是搞翻译的 像鲁迅都翻译过很多东西 他认为呢好像当代的中国作家 怎么懂外文的极少 也就是说他不能直接看原著 他看的是翻译过来的东西 这个你觉得就他就不能有好的文学吗 是这样 中国翻译工作你可以提高你自己母语水平 另外呢你可以学一种完全新的语言 比方说四五年以后 我们的那个七二年 获得诺贝文学长的作家博尔 他说拿这位分子把我们的德文完全破坏了 那可以把德文破坏 对我应该重新学德文 那他是怎么重新学德文的呢 中国翻译他开始翻译美国装片小说 为什么说纳粹把德文破坏了 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那个意识 来创造一种受不了的语言 因为他们想通过他们的语言控制所有的人和人家 通过语言你可以控制人 所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有一些语言本来很重要 但是被纳粹滥用之后就变味了 我能讲到的是一些口号式的语言 强迫性的语言 比如说纳粹很喜欢讲生命对不对 对他们这个字用多了之后 你一听你就觉得好奇怪 就等于像在现在中国有些字 你一听人民的欢声笑语 这本来是很快乐的事 但你一听你就觉得肉麻对不对 就用多了那种字你就觉得怪了 就给用烂了 还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而且我记得像中国有一个已故的作家叫王小波 他就说 他说他的文字风格的形成 跟中国老一辈的一些翻译家 其实他说那些翻译家的文字能力 足够用来当作家 他们也能写出好的 但是他们投身在翻译 于是他翻译出来的文体 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营养 是 北斗他自己也说过 如果他在文革的时候 没办法看台湾书翻成中文的那个 习班牙诗人的诗歌的话 我们今天不能够重视 我们今天重视的这个北斗 他肯定会变成完全另外一个北斗 就是说他实际上翻译不光是一个翻译的意思 他自己创造了一种文学 对翻译是创造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我觉得常常能够从翻译里面 就像顾教师刚才讲了 你透过翻译的时候你母语得到锻炼 而且同时在翻译里面 你会发现重新发现自己 对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很震撼的经验 是那时候我念中国哲学 我去念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专门翻译中国哲学的一个学生 叫陈荣杰 他翻译很多中国哲学东西到英文 我看他那些选集里面 他怎么去译中国古典 很震撼 怎么讲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他有时候他会把八卦翻译成什么 他八卦怎么译成英文的你说 他译成H elements of universe 宇宙的八种元素 你想想看 这个中国因为我们天天讲八卦八卦 你讲的很熟了之后 你反而忽略了他的很多层面的东西 给我们启发 你一翻译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就新鲜了 而且他这么一译之后 你又当然你感觉到八卦还不只是这个意思 还包括别的 但是透过这个翻译 你才更认识到原来中文跟中国的思想方法 跟英文是这么不一样 你有一个比较 他可以互相回应 他可以互相回应 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时候 看这种翻译 那顾教授照你的观察 你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这个翻译界怎么样呢 听说 目前 中国翻译方面上有很大的问题 中国人好像不这么重视 翻译好像觉得翻译才是什么工具 那在德国是相反的 在德国好的翻译家可以赚好多钱 另外可以获得好多好多翻译奖 所以一个好的翻译家在德国可以好好过日子 没问题 你别忘德国每年发表的70%的书都是翻译本 美国每年发表的书才5%是一本 所以我们是一个翻译民族 所以怪不得 但是我把这个话题转一转 就是刚才我听你讲到什么八种元素 我也想到这个翻译本身也代表了两种互相观察 你看我 我看你也可能是有这个有色眼镜的 对吧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也很有趣 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有个人跟我讲 说是他不能理解啊 德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说是据他看最近这些年 德国媒体发表的对中国的这个负面报道和评论 他说是欧洲国家里最多的 你觉得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比方说德国最重要的日报 法兰克福回报 南方日报 他们每天有关中国肯定有好多好多好多消息 政治经济文化什么都有 每天都有 但是当地的保质也是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奇怪 但是你不要忘 德国人他们从十七世纪开始 从那个来比尼茨开始 在从中国来看自己 想通过中国哲学了解了解自己 意境 对 另外呢 施基默一个比较重要的 当时会说德国 现在说维尔纳的那个诗人 他说我们的欧洲文化有问题有困难 我们差不多完蛋了 所以我们应该向中国和印度学习 我们应该用中国和印度的境界 来恢复我们原来的文化 所以这是可能是一个我们的传统 如果我们不是从外面看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不行了 我们好像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想捉中国 中国少中国美国 作为人 所以在德国的这个东方学 这个是时尚很强 也一向非常强 非常有名的 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